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众所周知 中国戏曲是中国的四大国粹之一 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它以赋予艺术魅力的表演形式 为历代的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 与古希腊的悲喜剧 印度的梵剧 并称为世界的三大古剧 在世界的剧坛上占有其独特的地位 这样的中国传统文化需要我们大家一起来传承和发扬光大 好 那么接下来呢 让我们掌声请出我们京剧魁北克的月红 那么在这里说一下 我们月红啊 现在身在中国啊 正在隔离期间 那么每一星期还是不辞辛苦 这个忍受着这个倒时差的这个痛苦啊 每星期来到我们的戏曲沙龙来演唱 今天呢 又为我们主持今晚的戏曲沙龙 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美丽的月红女士 有请月红 大家好 大家晚上好 谢谢那个吕老师热情洋溢的开场白 让我们带入了一个美好的夜晚 以饱满的情绪 今天呢 我们有时间 大家呢 可以轻松愉快的一边唱一边聊 那我们今天就开始我们的演出吧 好不好 我们第一位登场的 还是我们的京剧魁北克的魏华先生 魏先生您在吗 魏华先生您好 请您打开麦 好的 欢迎魏先生给我们一起次聊网 回来 欢迎您的歌 Psalm 一个人歌词以订阅 通常开 欢迎 欢迎 一个歌词 字幕和歌曲的音乐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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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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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